洋洋灑灑大篇幅報告 藍白立委要推行的藐視國會罪 歐洲商會亮紅燈市井 提醒在臺營運跨國公司要密切追蹤 尤其公司管理層必須注意 如果拒絕配合立法院調查 那就有很高風險會觸怒立委 我認為你不公開 你不敢公開諮詢委員會的 你該代表你是 政府諮詢公開法院 規定有些做一些改變 像這樣訊息不公開 就可能觸法 而且對象不只是中央官員 還包括企業 法人 團體等等 只要立委質詢時 無故缺席 拒答 不提供資料 甚至陳述造假 都將面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就連欄委也提醒自家法案確實要注意 畢竟臺灣是出口導向國家 得與國際接軌 而藐視國會罪起源自英國 但有明確規範 禁止誤導 及洩漏議會秘密 不得威脅國會議員 但目前還沒有實際罰則 至於美國是立即在國會的行政調查權 如果不配合傳喚或拒答 可處最高一年有期徒刑 或十萬美元罰金 這回臺灣在野黨提出藐視國會法案 被民進黨團總交柯建民批評 三十年來國會首見 封殺民進黨團國會改革版本 四月十五號藍白立法院 職權行使法強出委員會 預計五月十七就要表決 趕在五二零要賴清德做違憲的國情報告 急問急答 製造憲政衝突 社會各界以及外商都有許多的聲音和回應 我也希望立法院能夠多方說及 藐視國會罪是保障質詢權還是過度擴權 就怕風聲鶴唳的氛圍 成為壓垮內外資的稻草 環新聞成績學章科 台北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